大家好 今天阿網辣爆要和大家辣老鼠吃完給人吃 官僚無譜廢到極 東網率先踢爆在秀茂萍領展的街市 竟然十幾隻老鼠圍著躺在地上的珠殼進大餐 吃完大餐之後 那些珠殼繼續出售給市民 東網很早就已經踢爆這些情形 不僅在秀茂萍領展街市 在黃大仙大城街市 最近還在西營盤街市都有這樣的情形 此前東網也踢爆在深水埗 甚至在很多地方老鼠成山成堆 在深水埗有一些垃圾堆積如山 成幾百隻老鼠共來共去 情形真是好似香港 是落後到比第三世界不如 老鼠圍食豬殼 這個本來是一個嚴重的衛生事件 情形十分之恐怖 看到都違反 看到都真是 真是令到你不夠膽買豬肉來吃 這麼嚴重的食物衛生事件 這麼多天了 為什麼我們的食環處處長劉利群 躲起來呢?沒有影呢? 不出來交代不加不出來 講怎樣去跟進處理呢? 在香港主要是坑渠老鼠和家鼠 老鼠帶給人類的生命安全 有四大病毒威脅 這個黑死病 就是鼠疫 其實在上世紀初 在香港都流行過鼠疫 死了很多人 接著是沙門嗜菌 再有的就是冒型肝炎 和汗他病 這四類的病毒疾病 其實是對人類的健康很大的威脅 而政府的衛生部門 首要就是要對付鼠患 要防鼠滅鼠 老實說 本來這個要防鼠滅鼠 在硬件 不外乎就是鼠藥鼠農鼠膠 做好這個渠集鼠黨和門黨 而在軟件方面 不外乎就要加強教育督道執法和檢控 在香港對於鼠患問題 講了真是十年八年 都不止 但是一樣依然故我 為甚麼呢 就是政府部門官僚 譬如說 最普通的老鼠藥 十年都是吃一隻 為甚麼不轉呢 老鼠都要轉口味 你才能引到它 譬如說那些渠乾 這次秀貿民街市 有人實地現場去查 將近二十毫米 那麼闊的疏勒 兩隻手指都插得下 那些坑渠老鼠就在那裡 捐出捐入 沒有網管 沒有門去阻擋它 那些鼠黨 那些門閘 要做的上來 部門完全是分割 食環署說 喂 這個是房屋處的街市 房屋處做 這個是領展的街市 就是領展做 那食環署自己的街市 有沒有做好 都沒有做好 一樣是闊老懶你 好了 講到軟件方面 這一次這個醜聞爆了出來 食環署的回應是甚麼呢 加密清潔 半年做一次大行動去滅屍 那些老鼠其實繁殖能力相當強 一年很多鬥 半年做一次所謂大行動 其實都不知道生了多少鬥 根本滅屬就一定要堅僻清野 一定不可以讓老鼠有地方背 有地方做鬥 在老鼠那些鼠中 即是他出入的地方 一定要加強這個捕捉 有捕等等的措施 甚至是要防止他沿著渠道爬上樓上的住戶 要這樣做才行 但是有沒有認真去做呢 肯定沒有了 譬如說 渠集 過去我都指出 以北角模範村為例 那裡的街渠渠集 就是細脈的 是細孔 老鼠捐不過的 為甚麼不全面在政府的街市 房屋主的街市 街道式街市的街道 來全面加上這些細脈的細孔的渠集 防止坑渠老鼠捐出來呢 有多難呢 問題就是不做了 然後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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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主的街市 出了問題 不檢控呢 是不是怕了他們呢 是不是怕了他們救惡呢 再說 這一次 這一次的醜聞 是揭露香港 在生豬的食物鏈供應上面 出現很大很大的問題 湯豬要半夜湯 要趕及街市一開始有新鮮豬肉供應 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 生肉賣豬肉的供應商 和零售商兩者之間 在交貨的過程裏面 怎樣可以做到無污染的交收呢 這一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從這一次的事件 就可以看到 食環處牽頭的所有政府部門 包括 這個是鮮肉的供應商 鮮肉的零售商 鮮肉的運輸發貨商之間 沒有一個默契和協調 一直以來都是照常規走路 結果出現那些豬殼 劈在地上就走人算數 那有什麼辦法 那些老鼠不來開餐呢 為什麼不可以以時俱進 比如說 要求這個 膠接這個無污染的交收貨 是以密封的 承載的物件 包住的豬殼 而這個豬殼 又必須是 懸空掛起來 讓老鼠不容易爬上去 又比如 家倉閉路電視 監察環境衛生 監察 珠殼 在這裏的情況 其實完全是可以做到 為什麼沒有去做呢 所以更多的問題 是說明 食環處牽頭的生豬供應食物鏈 存在很多脫脫漏漏 但是又不肯承擔責任 加強篤促進行檢控 醜聞發生之後 食環處有沒有跟他們說 有什麼改善呢 有沒有檢控呢 為什麼不檢控呢 為什麼不執法呢 在在我們市民都聽不到任何的答案 為了香港的食物安全 為了香港的衛生 已經在這個新冠肺炎的嚴重打擊下 我們真的不希望再出現鼠疫大流行 再不希望出現毛型肝炎也好 這個看他病也好 更加不希望爆發鼠疫 所以希望食環處處長 麻煩你不要做隱形人出來和公眾交代 多謝各位